记者料理会台北报道 APINK成员出龙和蒲美组成的 分队抽版今天来台演出 徒弟 收提供由APINK成员出龙和蒲 组成的小分队抽版 在2019年见面会后 二人再度来台 相较 过去来台形成比较感 这次双书终于有时间逛 台湾 还去淡水吃了古早味蛋糕 美味让两人直 吃过最好吃的 不过蒲美仍然有些遗憾 表示道 淡水已经天黑了 没办法看到夕阳下山的海景 她觉得有些可惜 抽版是由APINK的两位成员出龙 蒲美组 两人推出专辑Copycat 对于小分队展现的新面貌 出龙 为自己将APINK活动期间 没能展现出来的一面更大 的展现 蒲美则俏皮的反问歌迷 大家有看我新面貌了吗 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展现出来 要请大多多期待 APINK 抽版出龙 涂地 受提供在歌唱环节 抽版两人海线 中文歌 台剧《想见你的》的主题曲《想见你》 《想见你》《想你》 出龙表示 为了台湾歌迷准备了特别的舞台 场见面会最担心 最紧张的表演 有可能会听不 我们会尽全力 我个人看得很开心的 想见你的 提取 大家真的只听旋律音乐就好 对就是这样 龙也急著说 其实可以只听旋律音乐就好 蒲美 心虚地说 你们会听得懂的 笑翻大家 两人苦练 成 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唱得相当好 尤其中间RAP的部分 也引起台下粉丝惊呼 在表演结束 全场拍手叫好 蒲美疑惑地说 真的很想知道 大 有听懂吗 中间RAP的部分 很用心练习 而出龙则说 实说我们真的非常担心 在练习时想说大家听 懂吗 大家以宽阔的心来看待 真的很谢谢你们 Apink Chobam 美 徒弟 收提供 由于两位表演得太好了 主持人啊 也接受粉丝们的要求 加码询问Chobam想不想出中文 即 出龙也欣然回应 如果能在台湾发专辑感觉 有趣 出龙最后表示 昨天晚上做个梦 我们在午 上唱歌 台下都在睡觉 所以非常难过 对于这样 状况太伤心 一度从舞台上下来 对我来说可能 是太久没见到 所以会有一点担心 蒲美 刚才看 好像有打瞌睡的粉丝惊了一下 但是大家跟我 一起享受到最后 真的很谢谢你们 希望大家可 跟我们一起玩到最后 蒲美最后也说 虽然我们 以小分队身份来 我们也转达A-PINK成员 都很想你们 你们现在也在用心准备A-PINK的回归 请再等我们一下 龙 蒲美在粉丝的安可声下再度出场 现唱A-PINK的Mr. True和Everybody Ready 见面会画下完美的句点 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想到粉丝惊喜准备应援 让双叔在台上忍不住了 蒲美更向台下表示给我卫生纸 两人也感性 感谢粉丝的不离不弃 现场超级感动 台下一名 粉丝也大喊下次带恩帝一起来 蒲美一听笑了 男猪跟夏容呢 我要跟男猪告状 出笼 蒲美带来听的歌曲 徒弟 收提供一位男歌迷有感而发 表示到疫情影响 无法到海外追星 2019年至今都没有见A-PINK 这次来参加粉丝见面会 他直呼满感动 其实已等待太久了 他也希望明年A-PINK款整体回归 希望能一点看到他们的表演